小挫子徐芳回到姑苏代管唐家寨 找他的老师北依侠和唐云 到家唐云就问 说孩子你怎么回来的 徐芳把小早糊脑袋一晃口大嗨声 哎 甭提了 师父 我不是埋怨您吗 连您带我 咱们四只眼镜瞎了两顿 孩子这话怎么说 哎 咱饱错了人了 朱元璋 是俩老前买碗兔子血 贵贱 不东西 唐云就问 说朱元璋怎么不是东西 徐芳 就把所受的经过 一五一十跟老师讲了 把北侠也气得够像 可不是 真是个忘恩福役之辈 那孩子 你辞官就辞官吧 咱就在家里待 慢说吃喝还不愁 就是愁 要饭也要不到他的门口 人活着就要有志气 我这么大的年纪了 身边也没人 你跟着我在一起 一度晚年 我还挺高兴 徐芳点头答应 就这样 在家待了这么多年 后来啊 北侠唐云 突然身染重病 没到三个月 老侠可死了 哎呀 把徐芳难过他 头顶马官 身披住校 给师父发丧出病 等唐云死了 徐芳这心可长了草笼 左不是右不是 在唐家寨待不下去了 他怎么办呢 他正在犹豫的时候 这一天门上人 向他禀报 说有个出家人 要求见他 徐芳一想 出家人是哪位呢 仨脚如飞到了门前 一看呢 哎呦 把徐芳给乐得 连排屁活再剁脚 来的是谁呀 正是活神仙 刘伯温 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这 能遇上刘伯温 过去就抱住了 军事 一想可好 对 徐芳哭开了 这人很忠于感情 刘伯温眼圈也发红了 徐芳咱到里边说吧 我找你来有事 里边行 里边行 刚来到里边 分拼煮落座 徐芳就张着着 给刘伯温 准备了一桌素摘素饭 两人边吃边摊 徐芳就问 军事 您这在哪儿呢 哈哈哈哈 我现在不是军事了 我就是个普通的出家人 怎么 您跟我一样也辞职了 哎呀 徐芳咧 你离开了南京 不知道发生的事情 我让红五万岁游武庙 把我脸出来了 呦 此话怎讲 刘伯温 就把游武庙的经过讲说一遍 徐芳也是借酒撒气呀 当着刘伯温的面 把朱元璋这顿骂下 甚至把姓朱的人都狠头了 刘伯温说 你说的过分 朱元璋不管怎么的 他还有点好的地方 唯独这马娘们跟韩金虎 人间的祸害呀 徐芳 这次我找你来没别的事 你还得出头啊 徐芳就一愣 把小圆眼珠转转转转 先生 我出头干什么呢 我还保谁呀 哎 我向你介绍一个人 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 四殿下朱棣 据我观察 这朱棣 额配天地 早晚必成大器呀 你保他是最好不过了 不不不 谁我都不保 我听着姓朱的 我这气就给我打击出来 不 不能一概而论啊 所以你保朱棣 不是为他一个人 而是为的大明江山设计 为的是清除寒马两党 给死去的众人报仇啊 为的是普天下的老百姓啊 再者一说 你跟我不一样 我是个出家人 本不该滚 本不该滚红尘的事 我又不会武艺 你是非出头不可 你呀 今后就保四殿下朱棣 听我的话 没错 先生 现在看着朱棣不错 早晚能不能跟他爹一样 不会 我发现此人绝不会呀 好吧 徐芳当时就答应下来 两个人 要谈了很多心服事 到了第二天 刘伯温告辞而走 徐芳呢 还哭了一鼻子 拉着刘伯温的袖子就问 先生 随法你我分别 何时还能见面 刘伯温心也挺难过呀 徐芳很难说了 两座山到不了一起 两个人总有见面的机会 青山不老 入水长流 你我相见有日 你要多多的保重 刘先生说完 拂袖而去呀 徐芳呢 把眼泪擦干 回到唐家寨 没有三天 把东西归着归着 他也起了身了 去找四皇子朱棣 但是徐芳这个人 聪明过人啊 眼之毛都能当饼锤 他不像一般人 办事那么莽撞 他得仔细摸摸底 后来他围着南京转了几圈 一打听 可了不得 这朱元璋越来越不像话了 炮炸庆功楼 很多的开国元巡 都死在炮下 把徐芳给恨了 真想捏入皇宫 把这朱元璋和马娘娘 大谢拔快 后来一讲别 刘先生没让我这么干 让我保释皇宫 干脆我别捅马蜂窝呀 不过徐芳暗下决心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早早晚晚有一天 我看你得个什么下场 后来呢 徐芳也听说了 四皇子朱棣 被封为燕王 到北京走马上任 就这样 他准备奔北京 哪知道走到半路 才又听了个声 说现在四皇子朱棣 已经把北京都修个拨的链了 不久 叫起个大兵 兴师问罪 哎 徐芳一看 这正是好机会 干脆我就甭上北京 在半道等着呗 也是该这有事 这一天 他正往前走 为了抄近道 勿走深山 这个地名叫黑瞎子沟 你听这名吗 黑瞎子沟 就是出狗熊的地方 徐芳讲的 这有什么 我满身的武艺 还能怕狗熊吗 尤其路上连个伴都没有 怪枯燥无味的 真打死两只狗熊 还开开心 姐姐们 这就叫一高 人胆大 徐芳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所以 他就钻了深山了 等进了黑瞎子沟 他一看 哎呀 山连山 岭连岭 山岭重叠 怪石横生 鼓木狼林 人烟寒烟 那荒白草 都有一房多高 一房走着走着 就叫这脚底下 啾啾啾啾啾 呀呀 什么呀 吓得他直蹦 张跑野路 毒蛇怪猛 在脚下烂穿了 徐芳就有点后悔 你说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放着大盗不走 我钻山沟干什么 再看 连个人家都没有 他就越走越着急 这一天日子往西转悠 天快黑了 上不招村 下不招店 徐芳就想这肚子里 咕噜咕噜咕噜 鸡肠碌碌 把他饿得前腔 贴了后腔 口干舌道 他心想坏了 今儿晚上我要转不出山去 在这睡石头 可够呛啊 不行 我得脚下加紧 往前再走走看看 这就叫慌不拽路 越走 越钻进深山去了 后来连个道都没了 正这么个时候 好坏 他又发现对面 模糊糊的 有个东西在晃动 徐芳揉揉眼的仔细看 我的妈呀 在对面 来了两只山雄 那大的 都有一人多高啊 要上乘 乘乘 共有六七百斤 模糊糊的 两个獠牙之处出卖 还领了个小板 这小板也有三百斤 也发现 徐芳了 徐芳知道 狗熊这种猛兽 最厉害 他不像狮子老虎 有时候但能不伤人 他不伤人 不饿的时候 他绝不吃人 狗熊这玩意不一样啊 没说他找你的包围 可这个离子就挺近了 就见这两只兄 一大一小 门了一脚 奔徐芳就窝过来 徐芳有武术 三晃两晃啪啪啪啪 一顿铁棒锤 把那小的给打死了 也大的是扶伤掏脑 徐芳就认为完事了 这算什么呢 哪知道可捅了麻风窝了 再大的回去搬兵去了 月亮刚升起来 搬了有五六十只 卖三遍野 把徐芳给包围了 哎呦把徐芳给挤他 晃动冰铁双棒啪啪啪 下的绝情 但是这些东西顽固不化 一个劲往上冲 打倒一个上了一个 最后把徐芳累得筋疲力尽 徐芳心痒 完了完了完了 梅宝四皇子 先当了熊粪了 哎呦我死的太不值了 死的畜生在嘴底下 哎正这么的时候 顺着山石拉子 跑了一个人 因为是个黑田 这人的五官貌相 徐芳没看清 但是这个人呢 手中劈的一条大枪 叫冷艳珠 这条枪都出了号了 您听这名 跟一般枪不一样 就好像三楞冰川 差不多 那杆是浑铁冰钢的 一屯黑鹰 这人是个年轻的 背后背着剑壶 手里拿着一张印铺 山沟里搏斗的声音 把这人给吸引住了 打凉棚往下一看 呦 发现有个人 被这些山雄给包围了 形势十分急 就见这个人 在背后一伸手 抽出狼牙剑 对准这山雄啊 就开了工了 您说人家设得多准 别看这个黑田 剑不虚发 耳朵中听见 弓弦 一想 Got 它' 准 他专射了 一个地方 专射狗熊的眼睛 由于弓映 健的劲大 设设 射上就是个透膻啊 健尖穿过脑子 山雄是非死不可 就这一栋弓箭 射趴下二十多只 剩下的是仓荒逃跑 你看野兽啊 也懂得害怕 还有徐帆哭隆就坐在地下 堵着铁棒 上气不接下气 一只手腾出来 是大法入汗 哎呀 哎呀 徐帆一看这谁呀 真是我的恩人哪 没人见我就完了 这个人也就奔徐帆来了 哎呀 没看清徐帆啊 多大岁数 没说是黑天 月亮再亮 跟白天不一样 就见这年轻人用手 一指徐帆 哎 小孩 你怎么那么淘气 不跟大人在一起 这多悬呢 徐帆一天是什么 你们家小孩 有这模样的 我胡子都要见白去了 他没看清楚 徐帆站起来 哎呀 我是恩公啊 嘴下留得呀 你往跟前走几步 瞧瞧你们家孩子 是这模样的 这人一听啊 也愣了 到跟前一看 闹了个大红脸 老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看清楚 我冒了几句 你多原谅 没说的 没说的 怎么回事 徐帆界月光得看看 我这小伙子 这剑法子 怎么这么准 你看死的这些山雄 都死在一个地方 剑不虚发 这是神射手 再看看 他手中拿那条冷剑锥 都出了号 如果要是十心宾铁的 没有一百五十斤 差不多 看在那一份 在手里摆了 跟一条麻杆差不多 难道是神力 这回他看清了 面前见的人 还不超过二十岁 宽肩膀 长得 糊糊实实 蹲蹲实实的 无短身材 是车肘汉子 圆脸他 红扑扑的面孔 两道完美 一对大豹子眼 好看就好看 在眼睛上 水汪汪 跟两个大扑特粒一样 这年轻人长得挺俊 再看呢 穿的衣服很朴素 头上围着五头巾 腰里围着块狼皮 脚下蹬着一双登山撒鞋 看这意思是长撒猎 要说这是猎人 也差不多少 就在这深山荒岭 就这么一个小孩 这人得有多大的能 徐芳感觉到惊奇 拉住手就说 我说小恩公 哎呀 我怎么说呢 我小老头这条命 是你给我的 没有你 我走完了 这这我怎么报答你呢 哎呀 这这这 说这话往兜就摸 啊 徐芳有钱 唐云死了 那点家底都归了他呢 只是徐芳那人 灰金似土 不爱惜这个 随身带钱是赔了路费 一身手摸出块黄金 用手掂量掂量 没有五两 也差不多 小恩公 爷们我出门在外去访朋友 钱呢 没多到 这一点 给你啊 你买套医生穿 这可不是补报你救命之恩吧 难道说我这条命就值这点钱吗 不不不是那个意思 是料表我的寸心 然后呢 你把家乡住处 门牌号码 你告诉我 我回去办完了事情 必定漂亮尘宅几日 登门致谢 好好报答报答你 我小恩公 你可别嫌弃 收下吧 收下吧 徐房认为打猎的 这么晚了都不睡觉 肯定生活困难 说给他买套医生穿 那是客气话 就这块黄金 就买一套医生啊 那老了钱了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这年轻的小英雄 看看这块金子 微然一笑 我说这位老朋友 你太小瞧人了 我救你 我可不是为的钱呢 不不 刚才我说了 你没管我要 我表示寸心 不不不 请您收回盛情 再多我也不能要 我救你是出于义气 绝不希望你报答 实不相瞒 在这黑匣子沟 我经常救人 是啊 那么你不要 哎 这么办行不行 你家住在哪 能不能领我 穿个门 那可以 你要说没饭吃 在我家吃几顿 我请客 不乐意走 在这住 我欢迎 那你就跟我走吧 哎呀 好好好 徐房认仰 我找不上人家 正好到他们家 吃点饭歇息腿 认认门口 然后好 报答人家 就见这小手 在这死熊之中 飘出两只 那毛都是不错的 分领头也够足的 在腰里拿出绳子 把这两只熊的后腿 给拴上来 用冷艳珠一吞 就背到身上了 当然这熊个头大 说背着 其实就拖着一样 那前爪子当了地 即使是这样的话 徐房大吃一惊 心说这家真神力 这两只熊 一千斤都出现 哎 他拖着不费劲了 这么办得了 他绝不是普通的人 问他姓什么叫什么 将来啊 把他领走 都一块去保四皇子 就他这把力气 就这箭头子 这个准劲 何仇不当上将 我要这么做 一则不埋没人才 二则也算 报答他的恩情 徐芳心是这么想的 哎呀 走出去 老远老远 好不容易遇上人家的 也在山沟里面 断断续续 有那么二十几间房子 这小孩住到庄子头 两间房 一个黎巴院 一看呢 屋还敞着灯呢 他们刚走的院门市 就听屋里面 传出女子的声音 徐芳心大吃了一惊